跟大家跟进一下实际操作 过年前你就建议大家 你事故买了SARK 即是沽空木头尖的ARC 当时建议买入价 你就说等一等 47美元可以买 其实比起你建议买入价 曾经跌过超过9% 但就未到10%的止蝕价 现在好了 建议完小小底后又升上去 帮大家跟进一下 你建不建议大家继续持有呢 还是部署上建议大家如何做呢 但是要记住就是说 我虽然推介这种例子 可能说例子股 短线做投机部署 但是我真的不主张 现在市跌了 我们刚刚说因为金鸿顶白 但是你说突然间很大手 去集体去做淡或者顾控 因为现在你要记住就是说加息 或者说就算现在说烏合局势上面 这两个因素未去到世界末日 未去到很肯定地出现一个大股灾状况 但是市有很多股份是需要调整 那为什么我们选ARKK 来作为一个对冲对象 主要原因就是上次有说过 他手上有很多 我们觉得就是说 都是重要的那些股值高企 虽然跌了很多落力 但是还是说普遍 他那个概念上面就是说破坏性创新 而短线来说 市场最针对就是说这些破坏性创新 因为说这些破坏性创新的 相关概念股 其实在COVEN这两年真的涨了很多上来 现加段职高位跌了很多六十七十几个百分比 但是如果你用估值一个传统价值的角度上面去看 市盈率小消率等等 全部都还是很高水平 那甚至业绩上面 这段美股业绩期上面 看到很多这类型的公司上面 都交不到一个实际功课在 就是市场之前发大了 所以你说如果 你本身拿着很多不同的美股的 譬如有些什么大家最喜欢就是拿着一些大线 我们都是建议的最稳定的就是说Apple Microsoft 甚至Tesla这类型股份上面 OK 没问题 这些股份短线要额固 问题最多都是说短线 因为大家高追 但是做一些对冲 买一些SARK这样来保持 平衡仓位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除非市场看到 或者有些诱因上面 使资金在盲目追捧这些 增长类型股份当中最极端的 科技股 我觉得发生这个机会的情况 都不是记得太大了 所以我们都是在说 其实最稳定的状况 就是拿纳指 拿纳指之月 就是沽ARKK 就是拿回这一只 但是如果你看回近期短线的表现上面 反而一弹起上来的时候 这些跌得很残的股份 夹得比较极端 所以短线部署 SARK暂时来说 未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买来放在这里 做一下对冲的话 我觉得仍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